毕山地铁车厂内的加强保安之后 却又再次发生了列车遭人涂鸦事件 这是毕山地铁车厂短短半年内 发生的第二起涂鸦事件 SMRT是在早上列车投入服务之前 发现停放在毕山地铁车厂的一列车厢外遭人涂鸦 警方表示在清晨6点41分解讨通报 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报警 并表示严正看待这起事件 而且正在同警方和SMRT合作展开调查工作 继毕山地铁车厂发生涂鸦事件之后 当局已经加强保安 却还是发生涂鸦事件 上一起涂鸦事件是今年5月5号发生的